另一隻看好就是中原重科1157 最主要來說 當然我暫時還沒找到他何時出業職 他還沒醫生 是的 我也不知道 但應該是8月底的時間 所以到時就慢慢 過多一個星期大家都會看到實際的日子 但是看好他的主因 因為其實他有多強的復甦的憧憬 其實你看看他今年第一季 其實當時是很強的 已經是增速很快 而第二季我相信都能維持到 雖然內地由去年第二季開始 已經開始有些經濟活動出現 所以按年來說 可能沒有那麼大的基礎效應的推動 但是你整個對於一些重型機械 或者是基建方面 其實都是維持一個比較平穩的表現 特別中原重科 他自己本身在重型機械裏面的業務 其實他近年都有另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環保概念比較重 所以其實在一些重型機械替代的因素而言 其實對它是比較大的幫助 因為始終也會考慮環保那邊的角度 所以我想業績未必會太頑皮 或者都有多不錯的表現 還有一件事就是股價 其實他都由高位調整了很多 我想現在的股價其實是 自己算便宜之餘 在行內來說都算是比較便宜的 但是三、四季來計算 為何要去問 因為我想你排在地下半年 內地連續都是 那些基建又會加快一些提速 而來其實如果今年看回 年初當時頂尊專項债的發放規模 其實去到對上個月來說 其實都是做了一半左右 其實意味著 未來這段時間要加快都比較明顯 你現在加快的時候 對一些基建 對一些重型機械的需求 自然都會增加 所以我覺得往後的衝勁也是存在 所以如果你說回到今年 其實本身看Bloomberg那邊 那個預期的收入來計算 大概是100億左右 你看到第一季 其實它是賺了大概25億左右 其實如果你這樣賺回四季 其實是差不多的數字 應該不會太大的一個出入 所以我覺得 那個股值現在算是比較便宜 其實都比較適合做一些中線的部署 但是大家都在宣布 也說好 從這裡 stad 一時 2022 2022 2022 2023 2022 202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